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核心就是大家都平静一下 然后双方都准备一些论据大家再开始变成 我说话挺损 她说话挺损 但是我们俩是彼此都能接受的 如果两个人在一块的话 先把两个人的度量衡统一一下 统一度量衡 Tryker的方法就是统一度量衡 在恋爱中你会送对方超过自己精细实际的礼物吗 我是觉得没必要 你要做人要真诚 理清情义重 我觉得女生是聪明的 她能了解哪些人是真心的 哪些人是真心的 年少的时候面对自己心动的女生有没有做过什么蠢事 我们进一宫时期做小锤子 我磨的我那把小锤子正亮送给我媳妇 因为我觉得女生她需要一个防身的东西 那个锤子那个大小是能放在她的小包包里的 万一遇见坏人 谁能想到这个女生小包包里有一把锤子呢 对对对 但是膜量是什么意思呢 她能当镜子 她能当镜子 这个都当镜子 那我明白了 那我明白了 谢谢大家谢谢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丽 然后今天呢我和静姐来给大家做一个快问快答的小游戏 您看我们节目最喜欢课的CP组合是哪个 我感觉到的是每个人都想课你到真的 如果有一台时光机回到18岁 您想对自己说什么 不要走这一条自己要自由和尊严的生活的道路 但我听下来感觉就是因为您生命力特别强 所以其实你就是想体验没体验过的那种生活 我在没有这么老的时候 是不会知道我自己是什么人的 就越活越了解自己 那您相信一见钟情吗 相信啊 那必须 如果要在磅礴城路李淡杨闷中选一位共进晚餐 您会选择哪一位 李淡呗 他是老板要不选他 作为女明星 在事业的上升期遇到心动的人要选择恋爱吗 那必须的 越恋越上升这个事业 好那今天这个快问快答就愉快地结束了 大家好我是海元 我们争取了一些网友在恋爱方面的提问 希望杨千花老师可以给大家简单回答一下 好好好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判断一个男生是否真的爱你 我觉得就是跟他聊天的时候 如果他有表达到对你观察的程度 就可以判断他对你有没有意思 男朋友总是记不住我们的纪念日 我该生气嘛 结婚之后通常不记得的 就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应该坚持嘛 那个是 不是爱情的重点来的 就是你爱他 他爱你才是 父母设立了很高的折偶标准 我应该按照这个标准执行吗 你觉得现在父母说什么孩子真的会做吗 管不了的 有些时候 对 就是管不了 比方说我孩子 我跟他说 要自己走自己的路 对 自己去 自己去经历吧 我有一个很好的异性朋友 最近发现我好像喜欢他了 我该表白吗 如果是我 我都会说了 我宁愿你拒绝我 我这搞定了 我心里面就没有 就是做好好的朋友吧 对 没事的 两天完了 淑菲上台 好 我们今天的问题就问完了